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unday at East Palauro 創作的計畫在那個教堂裡拍照 那你就可以想像那個場面 其實現在回想是有點荒謬 就是因為全部都是墨西哥的移民 然後彌撒的進行是西班牙語 所以我其實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然後因為他們全部的人 禮拜天就會聚集在那個教會 然後滿山滿海都是人 你沒有地方可以坐 你為了不要很明顯的阻擾這個儀式的進行 所以你就要在地上爬來爬去嘛 所以我就是一個東方的莫名其妙的女的 然後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 在裡面爬來爬去這樣 我喜歡跟外界不太一樣的一種私密的感覺 就是我發現他們在教會裡面還有 因為他們大部分是移民嘛 然後裡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 所以他們其實在美國的社會是要小心擔心 或是會覺得拘束的 但是他們在那個教會就完全做他們自己 所以我會覺得那個世界好像兩個世界一樣 就是他們在裡面很自在 有他們的親密的感覺 但是他們可能出來在白人的社會裡面 他們需要裝成另外一個樣子 或是他需要用另外一個方式去跟這個社會互懂 那這個可能從心理的因素上也可以連結到西門時刻 我會拍很類似的東西 我對於這種世界的轉換很有興趣 就覺得自己很像愛麗絲夢有奇蹟一樣 就是走一走你會突然掉到一個洞裡面去 然後再爬出來 然後再走著再掉進一個洞裡面去 再爬出來之類的 就是這個開了門進去是另外一個樣子 我是進西門町的不同的群體 他們的比較私自的空間 他們其實不同的人還蠻有趣的 他們去西門町其實不跟別人互動 他們是直接進他們的場域 然後跟他們的朋友或者是他們的群體 有他們的文化 或是他們的一些生活上面的東西 但是你真的問他隔壁的店 他有沒有去過 他通常沒有 這是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感覺是他們從各地來 然後在西門町找到他們自己的位置 我每次進一個空間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觀察他們這群人在互動的時候 他們那樣的空間的使用的感覺 然後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子的佈置 那這個東西其實有點像是空間 心理的一個展現 我在拍的時候 其實我也知道他很快就會不見 那這個東西可能會多少少影響到 我在拍他的時候的心理的狀態 那我拍了之後他也是真的不見了 所以現在大概會有一半的照片在我書裡面是 就是 譯主或是他整個關掉 或是重新的裝潢 把以前的裝潢拆掉 所以他會有一種死亡消失 和夢境的意味 因為我再也看不到他了 他很像進入一個死亡夢境的感覺 就是我不太相信表面的狀態的人 就是我比較相信真實的接觸 那西門町外在跟內在 其實有很大不一樣這樣的一個張力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有動能的 他其實是某一種熱情 最吸引的地方就是 我有幾個死黨的朋友 我的死黨們基本上是心理諮商師 他們就是看我拍了這麼久之後呢 他們有一天終於告訴我說 我終於知道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了 就是說因為我本人的 我本人是比較低調不明顯的人 然後西門町其實是外在跟裡面很不一樣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喜歡他那種可能不同人到那邊 然後形成某些暗流 然後在底下成了一個龐大的地下的生態體系的感覺 我是不是混西門町的人 但反而是這一類的事情 我會覺得有打動到我 那我的死黨們說可能這次跟我也有些關係吧 因為攝影師們為什麼會尋求拍那樣子的主題或專題 不管是不是計時或者是概念性的攝影 其實最終都是跟這個人自己有關啊 西門時刻這整個東西比較像是一種 遊走跟了解的過程 比較不是想要做一張偉大的照片 一直都不是 我甚至不是那麼確定我拍的是空間 因為對我來說它比較像是一個心理的狀態 不論是我自己的或者是認識一群人 因為我對人實在有點好奇 別的攝影師常常會說就是我對人比對作品有興趣啊 所以我一直會想知道他們在想什麼啊或是什麼的 那所以這些空間對我來說 比較像是了解人的一些途徑 很適合去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全部人都跟我完全不像 然後我要有辦法自處啊 然後拍照然後才互動 然後想辦法退出來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是有第一次知道說可能 我有某部分適合做這種事吧 我好像把攝影看成是 因為我相信每個人可能會追求我自己啦 就是是一種平衡 就是它可能是用我的能力或是腦袋 或是感情的不同的部分 所以攝影的話很像是做另外一種平衡 但比較有趣的時候我開始攝影之後 我就減少做直性的研究了 因為它用了我某一些別的需要跟陌生人接觸啊 互動啊感知的能力 所以我可能在研究上面我就會比較專心做一些 統計的分析啊或是像這樣的思考 可是攝影對我來說是另外一種 就是發現我自己可以做什麼 然後更了解我自己 然後的一種平衡的一個作用 Aj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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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